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 提示一下 真猜不吹 这是韩文 韩文 要不咱过吧 过过过 Queen car 是的 谁的提出来 再给你一个提示 前段时间刚见过的一个你喜欢的 歌手 我喜欢的歌手有很多哦 我去了他的节目 演唱会 演唱会 五月天 四个字的歌 玫瑰少年 那座美队 没有星星 你再进去 有点熟哦 怎么像明哥啊 你都有点熟了 你很熟 民族风 这肯定是个民族风 不是民族风 我们一起闯 对对对 是吧 我开始有那个 听觉恢复了一点 蓝鸽少年 你都会哄 你都会哄 我也会哄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他是 提示一下 是个男歌手 男歌手 这个字 就是他名字 可能跟吃的有点关系 很甜 再甜我也得放弃 我真的瞎走 我也走不出来一个歌名 哦 是这首歌 是吧 很难听这首歌 就是不好听出来 很难听 你在说什么 不是我说的 对不起 不是我说的 难听出来 这首歌非常好听 这首歌非常好听 那要不再给你来一个简单 好 来 特别简单 绝对是我的歌 你信不信 AO 是的 是的 AO 绝对 听都不用听 就是你不点那个播放键 我都知道 AO 你整个混搭住 我天哪 好亮 新歌AO主打的就是一个快乐多巴 是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风格呢 因为想做 所以说就是想做这样的风格了 听到这首歌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快乐 很简单 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视觉化的呈现 把这首歌快乐的带给大家就行了 那你有了解最近的多巴胺穿搭吗 当然 我最近穿搭都非常多巴胺 就比如说一个彩色的上衣 配一个简单的裤子 或者是彩色的裤子 配一个简单的上衣 我是觉得在我的多巴胺世界里面 一个人的身上的色彩不能够太多 就太多可能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 不多巴胺多久 那有考虑就是拍一条吗 拍一条多巴胺穿搭视频 对 没有考虑哦 那有考虑比如说带给你的猫猫拍一条吗 我的猫啊 你觉得夏天让他们穿衣服 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吗 那粉丝都在说 AO刚出道就有这个专属的BGM 有没有考虑给秋豆腐和饼鼻 也安排上这种专属的BGM呢 嗯 不配 那没有赶上好时候 你知道一个宠物一人出道 他是需要一定的义气的 他正好赶上了一个好的平台 好的这个制作人 帮他量身打造了一首歌 作为一个有洁癖的处女座 是会让自己的猫猫上你的床 跟你一起睡觉吗 不会 非常不会 因为我很讨厌 沾到脸上的那种痒痒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属于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那其实你抓狂的时候 可能就是猫毛 沾到自己脸上的痒痒 还好 我基本上不怎么抓狂 第一次做这个MV的出品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学习到真的蛮多东西 前两年在团里的时候 就是很多都是会 老师们帮我们做嘛 然后这次做完自己的东西之后 发现细节的把控上面啊 整体节奏上面 都是很复杂的一个工作 自己参与了这个创作当中 真的感觉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接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 然后对于之后的概念 又有了一个新的框架 就会更有信心和感觉 想去把第二张专辑给做好 所以这个MV里面 到底一共出现了多少个AO 37个 你真的是一个一个去数了吗 是的 那我要回去核实一下 我现在也不知道多少 是吧 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骗你的 哈哈 你就乱说 对我说的很有自信 你不觉得吗 是的 是 我差点被你框住了 正在看的赶紧去数一下 到底有多少 我自己都没数过 那AO现在是已经有校园版 公路版 还有网球场的那个版本吗 嗯 之后会考虑出一个广场舞的版本吗 广场舞啊 这首歌还蛮适合广场舞的 那可能就需要把阿姨们 费尽自己的脑袋想一想 这个舞蹈 因为原版编舞就挺适合广场舞的了 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了 我会进去和他们一起跳 最近和杨超越合拍的那个习舞 挑战是上了热搜嘛 射孔是怎么去说服一个不爱到舞的人 和你一起跳这个合拍舞蹈的视频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 他正在装发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私下见面 然后我就和他先建立了一个 射孔之间的社交关系 然后我就给他看了这个舞蹈视频 我没有当场的就想找他拍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这种性格的人 就是你突然找过来 我会有一个需要时间接受的一个过程 然后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之后 他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消化呀 然后就接受了 然后我再去找他拍 然后就非常顺利的拍了下来 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朋友 会加入到这个洗衣舞挑战吗 当然我刚录制节目的时候 就和朋友一起拍了这个挑战 粉丝说MV里面就是你身兼数值 洗衣店送外卖和修车三大副业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最喜欢哪个 我曾经幻想过送外卖 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开甜品店 就我想如果我自己做甜品 我再去体验一下这个外卖源 我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保护我的甜品 送到客户的手里 它是完好无损的 你要在店里PO出来的图片是那么漂亮 能送到手里一团糟 肯定不行 那也期待你早点开启你的甜品店 谢谢 大家都在说 小子义和你分别演绎一个 依人和哀人的社交 如果说需要强社交的情况下 会不会有什么紧张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情绪呢 大家真的是对我了解太少了 大家如果要看到这个节目的路透 可千万别觉得我是一个哀人 现在的刘宇 名副其实绝绝对对的是一个意义 真的你们去看节目就知道了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都成为了里面最活跃的一个人 可能三个月前我还是 哎现在就变成了意义了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的一个Vlog Restart一个名字的由来吗 不是我想的 是团队小伙伴想的 我同意了这个名字 觉得这个名字呢 可能是对我成为solo歌手的一个记录 从刚开始到忙碌 再到空闲 再到生活 其实串联起来 记录下来也是算对于我的 之前的一个总结 那你自己有参与到这个Vlog的一个制作当中去吗 前几期其实并没有过多的自我创作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忙 然后整体的节奏都还没有顺过来 但现在慢慢的 其实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就比如说每次拍摄之前 都会和纪录片老师说 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我们会复盘 就比如说我看了这期节目 我会和大家 这里的转场要用什么 这里的片头我觉得不好 要删掉 这里的滤镜可以再加一点 就这种 从那个创造营出到至今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什么特别遗憾的 或者觉得很庆幸的事情呢 倒是没有什么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遗憾的人 就比如说我今天舞台上哪一句没有唱好 我不会把这个遗憾的这种事情 想得太久 或者是影响我太久 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前一秒的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如何看待接下来的事情 如果你有遗憾 你如何用更好的作品 去弥补那个不好的回忆 就会一层一层往上走 这才是最重要的 之后有没有要开启一个巡回演唱会的计划呢 巡回目前的计划倒是没有 我是想先把这个第一场 给好好的亮相 好 这个难不倒我 我很可厉害呢 下一个参加湖南娱乐采访的朋友们 要跳刘宇的AO挑战舞蹈 准备好了吗 接受挑战吧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